- 把農民当筹码,把农产品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的,不就是国民党的两岸买办,韩国瑜跟中国政府吗? 长期以来台湾农予产品消亡中国,其实简单讲都是国民党里面两岸买办在做交易啊,拿着台湾当政治筹码,拿着台湾的农民当政治筹码, 获取你们的商业利益,这不就是国民党里面两岸买办以及中国政府的手段吗?讲简单点,民进党,我觉得刚刚听伟建源说法还是没有讲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,韩国瑜在影片中只讲出事情的一部分,今天这个凤梨弃单,如果中国方在18个月前没有下单的话,这些农民今天不会种这么多的凤梨,今天是你下单弃作之后,结果到我要交货的时候突然, 你不要了,就像现在很多外送员一样啊,你今天用外送我的APP,叫了单之后,你要送到你楼下门口,送到你房门口,爬了十几层楼,说要送到你家门口,告诉他说,我不要了, 我不要了,我不要了,你拿回去,哪有人这样呢? 对,今天的事情是这样,难道,照刚刚的说法,难道18个月前中国下单以后,我们台湾的政府,中华民国政府就必须要跪在地上等着求出货吗?不是这样嘛,你18个月你不下单,那我现在也不会种这么多凤梨,所以弃单才是问题,把农产品当政治工具的,其实就是中国政府,所以今天国民党里面为了买办利益,竟然还骂这个台湾政府, 然后认为台湾的民众,好像买这些凤梨,像傻子一样,是因为蔡政府跟中国不讲,不弹劾,因为蔡政府不下跪,所以今天我们才必须要自己套钱买凤梨,是这样吗? 刚刚看到韩国瑜里面讲说,这个农产品要出得去,出去了啊,到目前为止,日本认购的台湾凤梨,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销日本的总数了,已经创新高,接下来还销往澳洲,连香港都大批的购买台湾凤梨,之前看这个一个日本的, 医师,他贴了一个照片,我觉得其实那个很感动,就是在这个,在这个关键时间,看到各国都在抢台湾凤梨,就是这个,这个日本的一个医师,松田庆久,他贴出了一个在日本超市的照片,里面可以看到什么,你看哦,你看看看看,这个台湾一颗凤梨多少钱,一颗599日元,相当台币160块,隔壁的也是凤梨,隔壁那个凤梨是菲律宾的凤梨,是菲律宾的凤梨, 一颗299块台币,结实点不好,结实好啊,卖到日本价格也很好啊,而且你看货架上,台湾凤梨是抢光光的,要扫够一空耶,而且现在在日本要买台湾凤梨,很多都要抢先预购,而且买到台湾凤梨,是代表流行的象征,潮,在潮,你够潮才会买台湾凤梨,对就流行,所以你看日本,包括朝日电视台,包括NHK,每天早晚黄金时段, 第一,新闻报导台湾凤梨,第二,它还有很多的谈话性节目,告诉你怎么吃台湾凤梨,台湾的凤梨心不要丢哦,因为心也很好吃,然后心可以做哪些料理,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,我觉得刚刚韦杰医院讲一点我很认同,就是这个凤梨事件的确激起全台湾,挺农民,挺台湾农产品的共识,但还有一点可以看到什么, 这一次的凤梨事件,掀起了世界各国挺台抗中的共识,对他们来讲,不仅是,尤其像对日本,澳洲来讲,大家是互相相挺嘛,因为日本也被中国欺负嘛,没事搞一个什么海警法扩张,现在日本也很紧张,动不动就是进澳洲的大豆,进澳洲的煤矿,进澳洲的红酒,而且澳洲也觉得,那这样台湾人喝红酒,澳洲人吃台湾凤梨,对他们来讲,这买台湾凤梨也是一个, 挺台抗中的象征,这样的气氛说实话,讲真的也是中国自己引起的,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用农产品当政治工具,才会让世界各国也让台湾凤梨成为挺台抗中的象征,拿这一颗台湾凤梨就代表着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,拿这一颗台湾凤梨就代表着对中国投下反对票,现在就是这样的氛围嘛,这是谁咎由自取的,就是中国,中国的战狼外交,中国动不动,就是支持台独世界, 就要付出严重的代价,等等这样的行径,其实让世界各国都非常的反感,所以小小的一颗凤梨看国际政治,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对台湾来讲非常有利的地方,现在只要中国对台湾什么什么不好,世界各国就拿那样东西来挺台抗中,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再继续玩下去,其实对中国其实没有好处,那刚刚也讲到,现在只有凤梨吗? 其实最近东京奥运已经决定了,他们还是要继续举办,那只是他们不接受这个外国的观众,但是现在台湾不只有奥运代表队,我们连农产品都组了一个代表队进奥运了,水果代表队,对水果代表队经过这个日本政府的层层认证,现在包括像现在讲的凤梨,对啊,在日本很夯的台湾芒果,还有台湾的火龙果,现在也要进军东京奥运啊,以后你看东京奥运,现在每次我们看 不同国家帮奥运,上面都摆个哪个电器产品的名字,哪个电器产品的名字,现在台湾水果也进军东京奥运,这不就是对台湾农产品一个品牌的相挺吗?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很认真在做,只要全世界要买台湾的农产品,我们都全力的支援,也都全力的,政府都全力的协助,帮忙行销,帮忙运送,帮忙配送,帮忙联系,国外的这个驻外单位来帮忙销售, 但是难道只有中国政府才是我们才叫出的去吗?外销到日本不算出口吗?外销到澳洲不算出口吗?可是看起来对韩国瑜来说,对某些国民党人来说,只有出口到中国才叫出口啦,出口到其他国家都不算啦,这样演技真的太小了啦,不只太小了,我有点怪他们是不是两国论啦,这出口到中国才叫出口,到日本澳洲都不叫出口吗?所以我觉得这心态要调整, 我们协助农民,协助农产品,的确就是政治归政治,农产品归农产品,这很多国民党人都爱讲,但事实上遇到中国政府就不是这样子了。